下面我們請徐曉欣委員來發言 謝謝主席,那我想我們有請蔡明彥局長 請 好,謝謝主席,薛文早 早安 那局長,我想先問一下,兩岸最近的情勢跟情況呢 包含是被說成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變得更加的危險 那以及在香港的基本法通過之後 請問一下在相關情資收集的部分 對我國的影響有哪些方面 兩個部分,一個是兩岸的整體的情勢 那這個部分在上個禮拜專報也跟委員說明過 那中共現在對台的政策還是依循它和平統一的路線 只是在和平統一的同時也增加對台的脅迫性 透過複合式威脅的手段來對我們進行施壓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針對香港的基本法的部分 那因為香港立法局已經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那預計在3月23號開始進行施行 目前大概評估的重點最重要的有一個 就是相關的刑罰罰則大幅的加重 那這包括了叛國罪跟叛亂罪會判到終身監禁 間諜活動會判到20年的徒刑 那所以外界在評估認為這個香港的這個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通過之後 那對我方的影響 對,也就是對於香港的自治 還有香港的司法以及基本權益會產生非常大的衝擊 所以可能委員也注意到昨天很多歐美西方國家 針對這一部分已經提出非常多的批評 對我們的影響來講 因為在香港通過了這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後 他的很多的條文的細項 對於所謂的間諜活動叛亂罪跟叛國罪 描述並沒有那麼的細緻 那未來可能會有解釋權被擴大的這種疑慮 所以我們會建議喔 假如國人到香港去進行旅遊或相關的商務的活動的話 入出境的時候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已經有案例顯示了 國人在入境香港過程當中遭到的流制約談 而這個案例是在這個維護安全 國家安全條例通過之前就發生了 所以未來可能國人到香港去 我們還是會提醒一下 假如說過去曾經有公開的 對大陸的一些問題做一些討論或質疑 或是手機裡面 手機裡面有一些 對有一些批評大陸的一些相關的訊息 那如果有一些國安的資訊 比方說像是有透露總統的談話 透露行政院長的談話 或是手機裡面有一些我們的機密資料 包含我們的委員等等的 那到香港去您會擔心說會有外流的情形嗎 對我們剛才在提醒說到香港去 可能要特別注意到自己相關的資通訊設備 有可能在進入海關的時候 因為被流制約談而進行安全檢查 那這部分可能要特別小心 移民入境過程當中無端入贅 等一下還會再問你這個 那我想先再補問一個 就是說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阿基里他說 所有的跡象表明 中國會在2027年做好入侵台灣的準備 在這方面所謂2027年入侵台灣 他的說法 國安局目前的情資顯示是如何的 對我想對於國際各方面的政府單位 或研究機構有關於台海情勢的討論 我們都非常的重視 那針對2027年這個年份 我們過去也曾經在委員會裡面跟大家報告 因為2027年他本身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政治性跟軍事性的年份 他是重要的政治年份 因為他是習近平可能要不要進入到第四任任期 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2027年 另外他在軍事上有重要的意義 因為2027年是中共解放軍建軍100週年 那習近平已經希望在這2027年能夠達成建軍百年的總目標 那再配合到美方有一些情資顯示 習近平希望在2027年能夠讓解放軍建立起犯台的相關的能力的整備 所以相關的資訊我們都有在做必要的 那回到剛剛上一題喔 我們談到了就是說您說呢 比如說像香港基本法通過之後 你會擔心說國人的手機或是一些資訊 那可能在出入境的時候 那會有一些外洩外流的情況 那我相信如果到大陸去的話 您也會做同樣的擔心對吧 那我想請問一下喔 就是主席我們這邊也想要請那個調查局一起好不好 今天調查局局長也有在現場 好我們請是不是請王局長也一起 因為上一次呢我就有問過您有關於一些大家很重視的 重要的政治人物的相關影片到底是屬於DFAK或是真實流出的部分 進行一些提問 那但是呢局長你講說很多的是在包含是調查局或是檢調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調查局長有來我又要再一次追問喔 我們先從比較重要的幾位開始來詢問 那個請問一下這個鄭文燦副院長 他這個影片喔 那當時就有立法委員提出 然後請調查局去調查他到底是不是身為 然後有沒有所謂中共界選的問題 請問調查局這個部分調查的情況是如何的 怎麼後續都沒有跟國人做說明呢 跟委員報告喔 有關這個這些政治人士他們的一些 因為我先一個一個問好不好 那個鄭文燦就好了 那有關於這個鄭副院長的部分啊因為 沒有鄭副院長只有副院長 不要把那個院長一起講進來 沒有院長只有副院長 他自己所提出來的這個部分啊 那他有向警方來報案 那所以一開始就由警方他們來受理 那我們調查局呢也有接到那個 台北地檢署的指示喔 來做一些的檢測 那我們檢測以後啊 我們有立刻把相關的檢測的結果 我們有送給台北地檢署 那最主要是 假官喔他要綜合喔 這個券裡面的相關的市政喔 來做一個綜合的報告 所以你們檢測結果是什麼呀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受限於偵查不公開喔 必須要假官同意我們 但是我問一下喔 那如果是假的是不是就要公開啊 因為如果是DFAC的話 那這個我們的副院長變成是DFAC 在外面這樣流傳 對我國的形象還有對他個人 還有對社會當時在選舉影響甚大 那是不是如果是假的就會立刻公開呢 那你沒有公開是不是 大家就會覺得是真的呢 呃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裡面喔 呃有涉及到其他的一些的因素啦 所以我們 什麼叫其他的一些因素 比如說是不是有涉及到其他的這個刑事犯罪的部分 那所以他不是一個 誰誰刑事犯罪 你是說外流的人刑事犯罪 比如說這些影片他的來源是從哪裡來 是不是有什麼其他的這個 有偷拍啊取得啊 或者是散佈啊等等這些 可是對這個部分是刑事調查嘛 有檢調來調查 但是呢當時包含這個影片 在我們應該是記得是司法法制委員會的時候 那王宏威委員就直接拿了原件 請調查局去調查真偉 那請問我們只針對真偉的部分來了解說到底是真的假的啊 因為如果是假的你一定要向大家說明啊 那如果是真的話那可能就要考慮當事人的想法 就不一定要做說明 那請問這個部分到底是真的還假的啊 呃跟委員報告喔 就是說呃當時喔影片喔 我們立刻做的是有關於D-Fact的部分 是有關於有沒有這個AI身為的部分 那但是影片的曾尾齁除了不錯的賬arde的判斷以外 很呃也有其他的這個造假的問題喔 喔好知道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D-Fact部分是或不是啊 不是 一個一個階段一個階段來嘛 有可能有其他造假 但是你第一階段先針對AI生成D-Fact的部分去了解 所以它是一個D-FactAI的影片嗎 呃D-Fact部分我們也是因為 呃它也是證據的一部分啊 所以我們就整個我們一同送給了 可是如果是假的話 你如果是真的我們在選舉期間 遭受到我們重要的政治領袖 被D-fake AI攻擊的話 那應該是一定要像國人知道 這麼嚴重的情況 那可能涉及中共戒選 可能涉及更多的問題 這個是屬於 因為我們在講偵查不公開的時候 它裡面還有包含一個部分 如果對於社會有重大影響的 應該要做適度的說明 而不是不做說明 這個是在偵查不公開的例外的條件 所以我想要請問說 按照您的意思我剛剛聽起來是說 針對D-fake跟AI調查 發現沒有D-fake跟AI的問題 但你們還要去了解 還有沒有其他造假的元素 像是這樣子 我的解讀有錯嗎 就是說除了這個AI D-fake的檢測部分之外 那假官也要求我們來做 要求我們的見識科學處來做說 他這有沒有被造假的這個問題 那你們調查的又如何了 第二階段 我們不適合只就單一的證據 然後立刻對外公布 可是你們調查好久了 對 因為案件是在假官的手中 可是調查真假是在你們手中啊 對我們是接受檢察官的指揮 我們來進行這個相關的證據的檢測 那這個部分我大概懂了 那第二個部分是有關於我們的政治人物 有沒有去錄總統跟院長的音 這個因為當時傳出來說 羅志正也是我們國防外交過去資深的招委 他去錄音錄了蔡英文總統跟行政院蘇院長 那這個是涉及到很大的國安問題 上一次我有問局長了 請問一下這個錄音檔有沒有變造 跟委員報告 這一件也是這個 這個羅前委員 他也是在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他很快的就來跟我們新北處報告 那來這個提告啦 那我們新北處受理以後 我們也報請假官來指揮偵辦 那這個AI的這個有沒有D-FAC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哪有D-FAC 我是說錄音檔耶 你不要一直看左邊那張圖好不好 我問錄音檔 那個錄音檔的部分啊 那個音源的部分啊 我們有檢測出來 那檢測出來一樣 我們也是交給台北地檢署 有沒有剪接變造 有沒有變造總統的 因為今天是國安的因素 我們才在乎 那個刑事歸刑事喔 他們有沒有誰犯不犯法 那個歸他們齁 我們要知道的是說 我們有沒有國安的疑慮 這個是行政 行政跟檢調司法這是兩塊 所以在行政上面這有沒有維持 他有沒有去 就是變成一個國安問題 他去他去偷露總統的音 還是說有什麼中共啊 幹嘛幹嘛的去造假這件事情 這兩個是完全不一樣 後續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我問你是哪一種 跟委員說明啊 有關於這個案子 是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 在指揮偵辦當中啊 那除了這個錄音檔 有沒有被那個 defect 之外啊 那錄音檔本身 它的這個內容 也是一樣在做檢測 那除此之外 我們也傳喚了這個相關的人士啊 我們也有來進行一個 你傳喚了 相關人士應該不是傳喚了蔡總統 或是蘇院長 所以是羅智政委員 是 那個羅前委員啊 我們有 我們有這個跟他約詢 了解一些的相關的狀況 那因為整個這個案件的一個內容 必須要由檢察官 綜合圈內的一些的證據啊 綜合來研判 那你們調查的部分怎麼樣啊 你們的部分啊 我一再的跟委員說明 對 就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尊重假官 但是如果說有去變造了 我國總統的錄音 這麼大的事件的話 他就會在偵查不公開以外 他有一個例外叫做 要適度對社會做說明 所以我可不可以解讀成說 你們覺得這個是要進到司法程序 是看誰有罪誰沒罪 所以其實實際上 讓你們調查出來 就沒有什麼剪不剪接的問題 也沒有什麼造不造假的問題 我相信檢察官在偵查終結之後 會對外說明 我不曉得多久 最後一個問題問一下 就是說 這幾位啊 我們那個調查局 有約談哪一些人了 像這個羅先生這一件啊 本人當事人約談他 趙天玲有約談嗎 這個趙天玲的部分啊 目前我們是先把相關的證據 收集齊全以後啊 送給檢察官 會約談嗎 不知道 如果檢察官 不確定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一身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一身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一身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